哈喽,大家好,我还是那个年龄小,资历老的文文变猪沈香 今天咱们聊一聊我认为现在市面上最像海南黄花梨的一种材质 叫做藤香木,有的人也叫做藤香根或者树香木 这种材质现在制作的小的佛珠,小迷佛珠或者是手把件 非常像海南黄花梨,很负责任的说 现在很多商家都很难将它们区分开 这种材质其实现在大量的已经出现在市场上了 只是由于很难去区分,再加上原料的销售渠道其实非常窄 所以知道的藏友可能会比较少 藤香木主要产自缅甸和老窝 既然名字叫做藤香木 说明这个木头长得相当说比较怪,奇形怪状的 有点像藤子的感觉 一般都是弯曲怪形 这类料子由于是生长的环境地域它的不同 所以说它具备的香味的种类也是特别多 有的是乳香,有的是药香,有的是清香,有非常多的表现 其中药香参杂着清香乳香的味道 是非常非常像海南黄花梨的味道 最起码很接近于越南黄花梨的味道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块料子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料子肯定会说 这东西是一眼祸,一眼就能区分出来 这绝对不是海南黄花梨 因为纹理相对来说要比较粗一些 没有海黄的润感 纹理也是这种杂乱的感觉 一点不舒展 但是这个料子最大的迷惑性就是 年伦纹以及味道 我可以给大家找一下 这有一块料 像这部分的料子 其实非常像海南黄花梨的鬼脸竖接 最厉害的是它的年伦纹非常细密 细密的年伦纹其实就非常像海南黄花梨 尤其是选择树心部分 年伦纹比较细密清晰的部分 制作成的小的佛珠或者手把剑 跟黄花梨真的是非常相似 很难去区分 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它的味道 刚才也提到了 它的味道非常复杂多变 有这个乳香味 有药香味 甚至有清香味 它的结合味道非常像海南黄花梨 所以说现在市面上的藤香木 基本上都是做成像小咪 八咪以下的 六咪七咪的小的佛珠 或者是制作成像这种手把剑 它是满雕刻 不管是正面反面都是满雕刻 这种类型的藏品 一定程度上都会遮盖住 木制的棕眼 包括它的纹理 只能通过底色和味道去判断 然而这两点 就是这种木制的优势了 因为它的味道是最有迷惑性的 现在无论多专业的商家 遇到这类底色非常像藤香木的这种 黑底色的 比如说六咪的佛珠 或者是手把剑 这种都无法判断到底是海南黄花梨的 还是藤香木的 所以说劝劫大家 如果想玩海南黄花梨的佛珠 尽可能的还是玩八咪以上的 能清晰的看到底色 看到纹理 这种料子还比较有把握 如果真的想玩六咪的佛珠 那一定要找到非常靠谱的商家 要不然呢 就是玩这种透黄底色的 就别玩这种底色了 因为像藤香木的话 它的底色一般比较深 很少能看到金黄或者橙黄底色的料子 所以说真的想玩小蜜的佛珠 就玩一些发黄底色的 就算它是坑里也不怕 这种黑鹤底色的 尽可能还是不要碰了 同时呢 只要市面上看到了底色发黑褐色的 满雕的黄花梨的手把剑 也尽可能的不要碰 OK 今儿跟大家聊到这 关注我 免费鉴定估价 玩玩沈香 拜拜 拜拜